在廊坊市文安县 流传着一道凝结了当地人相仇的菜肴 据说这道美食与文安挖店 有着割舍不断的关联 李国清大哥是当地的一位餐饮从业者 可以说是吃这道美食长大的 所以对他有着不一般的情感 这就是大清河 这大清河的西端是白旺店 东端入天津就入海了 到天津了就 对 这段就是文安挖的区域 以前的水可大了 河 沟河纵横的都连着四通八达 就跟现在这高速网似的 那以前渔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原来雨水特别多 一有雨汗三两年就长不了庄家 好大雨 没生 船尾上有一个小灶 上面一小锅 就现捞现吃 也不用加什么调味料 稍微能去个星就直接吃了 到了咱们去冰龙了 您那立了个杆是吧 对 就跟那鱼飘似的能看见 对 我来捣 好 来 成了 哎 走 我看有小鱼啊 我看 哎 真不错啊 好根 不过说实话 这是我打鱼以来见过最小的鱼了 bien 这个鱼吃的就那口鲜 й哎 这 这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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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终于让我看出来有那么点意思了 好 barbar 来 来 倒鱼 漂亮 李大哥所说的小蚝根 是当地人对于淡水杂鱼的爱称 新鲜的小蚝根 只需要经过简单的清洗之后 便可以燃起灶火 开始烹调美味 哎呀 到家喽 鱼起回来了 拿盆 拿盆 你好 嫂子 咱们贴萝卜 熬鱼 行吗 我就爱吃这个家常小菜 这是我们十里挖村都这么做 我婆婆在我们村 那做这种小蚝是首屈一指的 是吗 做育界的扛袜子那种 扛袜子 首先咱们在做育的这个流程上 是特别传统 把这个玉米面搁在薄西里边 在锅里以后 把它包到两面金黄 当时这个完安挖这个做小蚝 为什么使这个玉米面 裹上这个鱼 然后慢慢地包它 喂的是省油 这东西就跟 得少量多次 又匀 不能裹得太多了 裹得太多了 回头就会包裹底 这头发还真不好拿 与其他煎鱼炸鱼的方式不同 蚝根 现在装有玉米面的波及力 摇上一遍 让每条小蚝根都均匀地裹上玉米粉 在煎制的过程中 玉米粉有保护作用 使煎小蚝根品相较为完整 葱姜蒜 是要呛锅吧 对 充分爆香 来一点辣椒 来一点辣椒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个酱油 你勾调的不行 必须得用纯粱料造的 这一焦 真是不酷的味道 太香了 切好的葱姜蒜呛锅 锅底的热气 激发佐料本身的香味 之后把小蚝根下锅 趁着热气 加入一碗浓香的酱油 在此基础上 李大哥还要再加一鲜 起立笼的时候不还想香吗 放小虾 补充点鲜味进去 这个和鲜的味道融合了 相互叠加的 然后除了那种味道 是 就是在儿时的味道 你这回家以后 你就多好 你到了完完以后 你又学一份手艺回家 一锅鲜是以鲜美的鱼虾为主料 在一口大铁锅中 慢慢炖煮而成 铁锅炖煮的火候至关重要 决定了这道菜的最终风味 接下来就是和面了 和那个白面面的卷子 玉米面的饼子 然后让我们家老太太露一手 因为我这手艺也是得了太太真传 烙饼是一绝 烙出来的饼又软 瓷又多 老手艺老传统都不能丢 是吧 也还好吃 比如这个歇后有点凉过来 铁饼子粘出 我这年复利 李大哥从小就跟着母亲 学习制作一锅鲜 用心记录着母亲传授的每一个细节 锅边贴上面饼之后 盖上锅盖 炖煮20分钟左右 待香味一出 鲜鲜汇聚的一锅鲜 就可以出锅了 菜都做好了 咱全家都住这了 太好了 吃个团圆的晚宴 品上品上 小鱼 奶奶您先来吧 现在我们能吃到这么好吃的菜 都是您教我们李大哥的 这咱就得讲究 一口小鱼一口饱饱 好吃 哎呀 这味道太地道了 这小鱼的味道 它就是比较鲜 而且咱咸度正合适 儿时的那种记忆 又回来了 对 我个人的人生 也是靠这一锅小鱼改变 起家了 奶奶 最早李大哥开店的时候 您吃吃了吗 吃吃 吃吃啊 那您说家里不挺难的吗 万一投资失败怎么办 整碗也得试试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啊 对 万一成了 这不都成了吧 真是 在一锅小鱼的基础上 李大哥不断拓展延伸 接连推出了十余种 不同食材的一锅鲜做法 它以其独特的口感 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而在这道菜的背后 凝结了一代代文安人 共同的乡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